大家好,我们将通过几个课程教大家如何在谷歌商家搭建自己域名的专属外卖网站 今天的课程主要为大家演示如何通过谷歌商家接外卖订单 1.顾客通过谷歌搜索查找店铺 2.访问店铺官网下外卖订单 3.收银收到新订单提醒商家处理是否接单 我们首先打开谷歌浏览器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在谷歌商家预设好的店铺 我们尝试搜索这个店铺 这个店铺是个收拾店 我们把店铺类型和地址复制下来进行搜索 这里就会展示附近的店铺信息 我们查找 点击更多 找到演示店铺 点击查看 这里就会显示我们在谷歌商家设置好的一些基本信息了 我们点击进入官网 浏览演示店铺的官网 我们可以基本浏览一下 后面这里有一个下单按钮 点击进入 尝试下一个订单 加入购物车 加一杯咖啡 点击 后面点击去结算 选择订单类型如外卖 编辑您的收获地址 这里我已经有默认的 我这里就不填写了 送达时间可以不需远则 用餐人数如两人 订单备注可填可不填 点击去付款 这样顾客就会成功 收益页同步收到新订单提醒 我们去收益查看订单 打开收益 登陆进入 找到线上订单取单 点击 这里就可以查看到 我们刚刚成功效的订单 我们可以点击进入 挖单接这个订单 或者如果您当时比较忙 不想接收这个订单 可以选中之后点击取消订单 确定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整个通过谷歌商家 接外卖订单的流程 谢谢观看